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雅 大家好 我是王源 欢迎来到很高兴认识你的直播间 让我们一起重新发现生活 我们现在在非常美丽的内蒙古的大草原 而且今天我跟王源的穿着也是有讲究的 对 我们穿的是很有讲究的 是妈妈亲手做的衣服 是内蒙古的妈妈们帮我们亲手做的 对 而且你说这衣服很科学 对不对 而且真的是很暖和 非常的暖和 妈妈一针一线帮我们缝的很多的小细节 然后这个帽子可以干嘛 对 帽子就是 其实我也不知道 首先我觉得挺可爱的 像那种动画里的人物 但是因为这边其实日照很强 所以它可以保护住你的脸不会被晒上 而且还可以防风 防太阳啊什么的 对对对对 确实挺可爱的 对 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有另外一位 女主角不见了呢 各位朋友 各位刚加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 今天我跟王源跟小迅 我们要帮一对爱人办一件大事 对 超级大事 对 什么事 所以我们现在也很紧张 就是我们要帮他们求婚 是要帮男生私得步 对 向女生娜娜求婚 对 然后他们两个交往 大概五六年的时间 然后这整个的计划呢 女主都不知道 所以现在小迅呢正跟女主在一起 然后等一下王源你负责什么 我负责帮他们来布置现场 然后还会来制造一些惊项 对对 现在不要跟大家说 先不要告诉大家 跟我们一起参与这个非常浪漫 又充满惊喜的求婚之旅吧 好 走吧 我们往里走 实际上我们现在这样子分工 你负责去布置会场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还跟私得步在一起 然后他们把他们从小到大的一些 好朋友都请到现场 但是女主娜娜不知道 然后我在这边我会负责看两边好不好 对 那我们就 加油 我们就用对讲机联系 对讲机联系 好 再试一下吧 阿雅姐 OK吗 听到 王源你听到我吗 你今天好吗 清楚 OK 好 那我就进去了 我们就开始 我们两个有点傻了 好 我们就用对讲机联系 拜拜 好了好了 那现在小迅跟我们的女主呢 马上就要出现 等一下我跟她说 哎 小迅没有带这个 小迅我们开始吧 看看她跟女主 今天的被求婚弄向娜娜 她们在干嘛 好紧张 到她那了吗 来 开始 哈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现在在第二现场 然后这个是娜娜 大家好 很高兴认识你 女主人 然后我们为什么会面临这样的境况呢 因为其实我们刚才要跟娜娜 还有娜娜的母亲一块包包子 结果阿姨被叫去炖肉了 所以现在就剩下我们两个人 挑战一下 娜娜不会包包子 我不会 我也不会包包子 那反正我们能包成什么样 就是 就是什么样 可能是试一下 所以你要跟那个 在直播间的朋友们介绍一下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 嗯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布雅特包子 这是忽东贝尔地区的一道名菜 就是来了必须得吃的这种特色菜 然后布里亚特包子怎么做呢 就是纯牛肉做的 然后加一点洋葱 然后加一点调料就可以了 就是比如说生日的时候也吃对吧 对 其实平常也会吃 平常也会吃 对 哎 阿姨回来了 我妈来了 太好了 阿姨回来了 先帮她弄好 阿姨回来了 然后交给她 阿姨 哎 阿姨又走了 我先切两段试试啊 好吧 这么大应该可以 然后 压一下 其实这个跟那个包饺子差不多是不是 对 我们现在要包是那种圆的嘛 圆的形状 哎 喂 然后擀面 为什么阿姨回来了完全不理我们啊 是啊 手忙搅拌的 你知道吗 我真的 我那个做别的还可以 但是包包子这件事 实在是太难为我了 用手捏嘛 然后改 各位直播间的朋友 欢迎来到很高兴认识你 今天呢 很高兴我们要办一件大喜事了 为什么呢 就是我跟小旬跟王源 我们三个呢 要帮这个内蒙古 我们结交的好朋友 斯德布跟娜娜 要帮斯德布 斯德布就是这个男主 跟娜娜女主 要跟他求婚 现在呢 就刚刚如果你看到娜娜 在被那个小旬跟娜娜 在包包子的话 那个只是一个表象 因为小旬呢 其实是在那个房子里头 把娜娜给拖住 然后现在在我旁边的 这个房子里头呢 就是他们正在布置求婚现场 正在布置求 正在布置求 求求求求求求婚现场 哎呀紧张的我呀 开始了吗 现在呢 其实我先介绍一下周围的环境吧 现在我在一个用牛棚改造起来的酒吧里面 这是我们今天的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 他们共同亲手打造的一个小酒吧 然后为了招待很多客人 那他们今天在这里 大家看到有很多人 就是在这里布置一个一会儿的惊喜现场 所以现在我们跟我一起 我们一起来采访一下斯德布 斯德布人呢 斯德布 我们来采访一下 现在正在直播 所以我们来采访一下 你现在心情怎么样 我刚刚我心情非常紧张 怎么说 实际上还是紧张 然后就是紧张到我表白要求婚的那个 对 因为事情真的世界大事大事 人生大事 对人生大事 而且你虽然你前面准备得非常好 但是呢 就是此时此刻 而且你又要跳舞 跟他想一个 给他留住一个非常难忘的一张体验 你真的 我也不知道咋说 我懂你 我懂你 对 所以我先练一下舞蹈 好 你先练舞蹈 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出来 斯德布真的非常非常紧张 而且他这周围的都是他的朋友们 从小到大的朋友 还有女主人公娜娜的朋友们 他们今天就是在这里 准备给娜娜一个大惊喜 好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我第一次呢 坐在这个直播间里头 我可以同时看到四个画面 这边呢就是我们希望成为准新郎的斯德布 跟王源 他们现在跟他 这个斯德布跟娜娜就是希望是准新娘的 这个好朋友们正在布置求婚的现场 那在这里呢就是小讯正在用包包子的方式 在拖住我们的这个娜娜 就是要被求婚的女主角 然后这里是我们的直播间 好 哇 天空 好多的鸟飞过去 这是一个吉祥的真兆吗 拍到吗 好多啊 我看到呢我们的直播间 因为一直在进来朋友 刚才有大概两万的朋友 现在有差不多六万的朋友 所以再跟大家解释一下 今天呢很高兴认识你 我跟小讯还有王源 我们三个人 在进行一件真的非常喜庆 而且很高兴的事 就是我们要帮斯德布 我们在内蒙古认识的一对情侣 男孩叫斯德布 女孩叫娜娜 我们要帮斯德布求婚 现在王源在里头 正在跟那个男主角斯德布彩牌 因为他们把就是他们两个人的好朋友都请来 可是女主角不知道 女主角正在房间里头 小讯正在假装跟女主角在包包子 我们为了这件事情策划了很久 所以你在想我们到底要干什么 才可以把娜娜拖住包包子 好 接受女客 对 这个戒指呢是这样的 就在家的时候就不认 设计师然后她装完 去偷偷的去准备 而且我在娜娜睡觉的时候 我偷偷量了她的那个 去量她试围 对 试围什么的 就是量完 我猜几天之内她赶完 而且她有事她很忙 然后就装完 我当然非常感动 而且我在想着 我一定会 我现在没想好 但我会好好感谢她 会有机会的 对 我会有方式好好感谢她 对 因为这个事 就不是说 她们好认真 就是怎么样 是吧 新手做的 师妹 你不能看太多 不然等一下你们就看不到 完整的精彩表演了 怎么样心情 激动 激动 而且紧张 她们那边怎么样 那边现在正在包包子 然后小讯不知道可以包多久 所以你这边差不多就跟我们讲 好好好 姐姐 我那边 薛姐那边怎么样 现在那边正在包包子 你要不要过去看一下 早要好 好 你去看一下 好 去 在哪儿 现在 我就前两年 就开始学我妈妈 这么一样 对 我看地方这个就太难年了 这不难 技术 最后就 成这样上下来 男主角出场 男主角出场 他什么 这个意思就是说 男主角出场 男主角出场 对对对 把女主角带进来 把女主角出场 这个意思 对对对对 他现在看起来还很正经 可是我觉得 他等一下应该会蛮紧张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当然不要现在说了 对 而且他已经想了大概有好几个晚上了对不对 对对对 但是他一直到今天下午他都说他还没想出来 对对对 然后曼达 然后雅姐曼达那时候他会就是放歌 然后就是我嫁给我嫁给他恍惚的时候你放那个丹丹哥的音乐 然后大家一起恍惚可以吗 但是你要等娜娜她点头的时候你才能再放音乐 不点就不放吧 哈哈哈 不点就不放对对对对 大家就僵在这是吧 哈哈哈 一定要给娜娜有表现的机会然后再放好不好 要不然如果娜娜不答应的话我们就是下午说好了 我所有朋友们全体跪下 好 哈哈哈 切给我了 切了吗 切了吗 所以这里是不是准备的差不多了 对 所以现在 能看到我这边其实是我们的导播画面 其实就是现在我估计现场准备得差不多了 我们现在先回去看一看 然后我们找到一个好的时间我们就去准备惊吓 先把那个门闭一点延迟了 王一然好像差不多了 我觉得我觉得差不多了 好紧张啊好紧张 大家准备好了吗 好紧张好紧张 准备好了吗 把那个门弄延时了 不要让他们看到 等会我们再检查一遍 先检查一遍 好好好 就是 我看好了 朋友们 靠你们了 待会儿开机 师姐过来看到我们 过来 来 我们这样我们把手搭在一起 一定要让这张美事 来来来 多好 来来来 想今年办他们俩特别忙了 都快给你们了 你来师兄 你来喊 你来喊 好 祝我的求婚 马到成功 我们俩特别忙了 就差一个症 就是不太合法 合法 然后我们这边一般办婚礼的话 是在夏天吗 然后在室外 对 夏天有室外 对 对 我们这婚礼还挺 挺独特的 是那个什么样子呢 就是我从来没有 我 我是真的也 也没有看过 没看过吗 蒙古族的朋友 结婚是什么样子 是吧 嗯 现在也有很多 就是在那个饭店 切过来 有时候传统 切了吗 切过来 好 现在呢 就是是怎么回事呢 告诉大家 就是在 这个是酒吧 然后那个是他们住的地方 现在呢 我准备 过去 告诉 因为女主人公 娜娜是知道今天晚上 我们会有一个 小的欢迎仪式 或者是什么小的晚会 但她不知道的是 今天其实是求婚大作战 但是 所以说在我们过去的时候 我会告诉她 我说 斯德布在装 灯 灯的时候 摔下来受伤了 然后 我会表现 其实我现在都有一点紧张 一会我会表现得非常惊慌 然后 摄像大哥你也陪着我抖一抖 就像是我们跑过来的一样 对 然后我这时候他受伤了 赶快跑过去看一看 然后我们都会跑过去 然后等他一到 酒吧的时候 就会 让他就会是一个surprise 走吧 马上就到了 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 他们住在大草原上 无忧无虑的 放着牛 骑着马 放着羊 就是一个 啊 不行 我现在好紧张 嗯 等我们到了他们家门口 我们就要开始 开始演戏了 听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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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雅姐 你能听到吗 他非常的兴奋跟紧张 然后立刻跑回去 通知那个里头的人说 王源快要到那了 加油 王源 走走走走 走 怎么办 是的 他 他受伤了 他从那个 从那个椅子上摔下来了 不是吧 现在趴在地上 他们都不过来 还在 我就赶快跑 在哪儿 是在酒吧 他在他 装灯的时候 哎 好伤 好伤 怎么搞的呀 从凳子上摔下 然后磕到了 他没事吧 我不知道 没流血吧 不知道 他就跑过那儿 哎 先不要放 先不要放音乐 先不要放音乐 已经在跑过来的路上了 就在酒吧里 哎呀 不要放音乐 应该没事 他命大 刚才就跑上 回来地上 好像磕到什么东西了 他连鼓舟都经历过 应该 应该没事 哎 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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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不动了 怎么没开门啊 撕个步 哎呦 小心 小心 对 应该 Conservation 小心 organizations 砖 轩 再招 冷 冷 找 电 木 Sus 一條也是 共存花 兩條 海峽 三 五 五 六 五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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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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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麟克 佳麟克 真好 成功了 你上到沒有了 沒有關係 王妮 你成功了 成功了 高興 成功了 你沒有想到嗎 你沒有想到嗎 野豪 野豪 你看 途一無二的 她是怎麼有 她突然到超級朝夕 男生會 好厲害 好厲害 我們一起跳過 你讓他跳過 走 你們兩個看我 演唱 李宗盛 我住了 我只能我的前处 我能帮我低我去 你不能randall 你不能 你が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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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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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還好不是高點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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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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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 我們倆恭喜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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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從現在是幾點 從那個五點半到七點一直直播 是嗎 可以 我覺得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那個娜娜媽媽來 娜娜媽媽 娜娜媽媽剛剛在旁邊擦眼淚 我覺得 你 你要跟娜娜媽媽說一說 你要怎麼樣照顧娜娜 我是不是很希望這個 我會 媽媽我會好好在這對我們放心 我會好好的 我會好好的 對我們這 幸福 你相信你 真的 我是個新人家 娜娜媽媽 娜娜媽媽 以後你就多了一個媽媽了 是 因為 就是 做民宿 這幾年 這兩三年 他們 也是一直 就是 陪著我們 幫我們 然後包括我的媽媽也是 然後 這個桌子 都已經全是 娜娜她爸做的 她今天沒來她在忙 打草 在打草 對 她還在忙 對 打草 天氣 對 我的阿六是要來祝福我了 是嗎 阿六是要祝福我的嗎 阿六是 真的 阿六是 娜娜 你沒有想到吧 沒有 王源演得可逼真了 對 哎呀已經摔了已經不行了 對 猛跑 王源是摔進來的人 對呀 什麼情況 王源你太憋了 我其實是說實話 我擔心就是 因為我怕娜娜懷疑的是什麼 因為我們準備了挺長時間 就是 從我們 就是策劃開始 一直我憋著 然後跟包括跟娜娜的朋友 一起說策劃 保密 碰到像豬一樣的隊友 說漏嘴的難題 我們今天上午不是去找馬了 對 我們今天上午去看你了 他們在排舞蹈 嗯 我還在那兒睡覺呢 然後 然後 我擔心的是 那個王源 就是 他會懷疑 為什麼會他摔 王源會過來 別的人就沒過來 我就 我就真的擔心 然後 就挺緊張的 但是沒有別的人 是 對呀 沒有別的人 大家都會 對 他也不知道 就是除了工作人員 就是他不知道這些朋友們 但是他還是會擔心嘛 就是怕露餡 對 而且我之前 我的朋友 那個滿達 包括滿達在哪 滿達 滿達 滿達是 滿達在車上 他特別 你那個舞蹈練得怎麼樣 哇 一下子 我才開車 我還不能轉身 就說 我就憋著 然後他還好聰明 他說 那個芭蕾 你練得怎麼樣 然後 然後娜娜也沒發現 他說什麼芭蕾 你說什麼呢 不是說你們跳芭蕾嗎 然後 就把拉子帶過去 對 要不然真的很險 好幾次 對 而且我們也 我們也聽到有一個動人的故事 就是在兩年前呢 斯德布 就是準新郎了 現在 準新郎呢 曾經就是摔斷過腿 但是娜娜呢 就不離不棄地照顧 所以這次也可以看到反應 王源一去說 對 就是我 我看到他的臉馬上就 對 變了 因為我想了很久 我進去要怎麼說 我進去我直接 裝得很慌張 我說快走 然後在一路上鞭跑的過程中 就跟娜娜講清楚了 是個什麼情況 她越跑越快 越跑越快 就是那個急迫的感覺就是真的 哇 謝謝謝謝 娜娜我們還在想 萬一你要不答應怎麼辦 結果沒有什麼猶豫啊 對 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去找馬的路是 就問了 那你們是去了以後 然後又折回來了嗎 我們 對啊 對啊 你們過來嗎 對 不知道 然後娜娜 你真的沒想到過 娜娜們過來嗎 對 你們都要工作吧 還有黃孫 黃孫出現搓胎 搓胎過來 還來也在 這裡有娜娜的好朋友 還有娜娜的朋友 我們那個記號一下 對 然後從西林郭勒夢趕過來 應該是吧 還是從護士過來 我是從護士過來的 我是內蒙古西林郭勒夢西亞特使的 大家好 我叫伊麗娜 然後這也是 好像說漏嘴了 南迪也是我們的朋友 一個建築師 我叫南迪 來自佛龍谷赤峰市 我現在是建築師 弟弟還在哪兒 我叫北京 也是說建築設計的 我叫蘇尼 來自西尼克地區 什麼 本地的 本地的 大家好 我叫丹德爾 我是斯德布的哥哥 歌唱得好啊 歌唱得好啊 謝謝 謝謝 我是南迪漢 斯德布的姐姐 好啊 很胖 又是好朋友 我們親切關係 但是都是好朋友 我是南迪漾 我是斯德布哥哥的妹妹 妹妹 我叫清格勒 我是斯德布的朋友 朋友 所以他們今天穿的服裝 都是結婚的時候穿的嗎 對 就是都是節日清點 對 節日清點 還有海默阿比亞斯 他們就是 對 就是我的同學 我的大學同學 也是娜娜的姐姐 你這樣好像一個魔術師 變個魔術來看看 蒙古魔術師 應該準備 還有還有 海默 昨天我在一起 然後娜娜肯定會沒想到 海默他們一直在後面 一直在準備 一直在 還有這兩位 那呢 這 這倆也是專程趕來的 是吧 好好測過 介紹一下 這個叫超太夫 也是葉麗娜的老公 丈夫 然後這也是我們的好朋友 孫伯爾 一個雕塑師 雕塑師 學術 是歷史專家 雕塑師 對 要不這樣 就讓你們跟你們的 遠到而來的朋友 敘敘舊 然後好好開派對 對 我跟小雕塑 我們智峯拍完照吧 在這裡有一個活動 好 因為這個地方是 他們一起建造的 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來拍照 我覺得可以行 剛才那個求婚隊行 要不要 就是這樣子 對 我們恢復到剛才 舞蹈結束 斯德布求婚的那個 然後拍個照 好 對 留個紀念 留個紀念 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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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緊都一起 一起 來 那我倆走 一起一起 我就去 去到我倆不到 對 有一點時間 哦 對 去 去 去 來 來 可以 我要 我要 對 你們 還是緊一點 對 對 別蹲 我倆是蹲著的 其他人就得站著 好 半蹲 半蹲 南迪的意思是這樣 對 是你 對 準備好 看鏡頭 3 2 1 放大 好好看 好啊 太好看了 這個只能是掛在這個地方 或者是你們 這個要把它束封起來 這個很寶貴的 對 要不然它會褪色 對 對 對 可以把它放大 可以放大 可以放大 對 三拍放大 對 準備 不好意思 那你們聊你們的 我們就自己在這邊做做吃吃的 對 你們 打得這麼好吃 謝謝 那個 主要是 真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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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我 他們在這邊給我解釋 不到全單位的看 什麼東西 看看 前年都把全盤照 哈哈 謝謝 唉呀 會死 他們手挺快啊 我好高呀 這樣一比啊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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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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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ユ瑪 小心 小燕 佛呢 盛產藍莓 你看有一個這個 它這個旁邊都是奶油對不對 對 奶油 都是新鮮的對不對 對 直接那個牛的奶擠出來 慢搭 太好了 而且聽說這裡頭的這些糕點都是媽媽們自己做的 然後還有 就是 就按我们这叫千层膏 千层膏 这都拉拉们自己做的 然后这是野生蓝莓配新鲜的奶油 对 这个野生蓝莓就有自己直接才有过的 是吧 那当然要吃 很酸 酸 我刚一开始还挺感动的 我一开始有点动不动 你做你的做 待会儿奶茶熬好了 谢谢 谢谢 别招呼你也吃啊 一起来嘛 我们一起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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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热 刚才跳了一下 我有 但是我扛住了 那你有看见我的眼泪吗 太大了 嗯 我有 我扛住了 哈喽 你要来吃东西 我不想那个 但是我心里面很 我现在有一个东西就是说我 就是说会控制自己 我不想自己太 可是刚才好感人啊 对啊 我也咽下去了 那你为什么要那么控制自己呢 就我想啊 你想控制自己 对 我有的时候还会很想让自己可以大哭一场 我 我可能以前哭太多了吧 什么让你哭太多呢 什么啊 各种 我特别想要控制 嗯 阿姨你刚才也哭了啊 你这个面包很好吃 我 我这个很好吃 我吃了好多这个 好 阿姨要不要吃 啊 先 阿姨你把女儿嫁出去了 刚才见到什么感觉 嗯 对 你把我当高就下掉了 我就是一直很开心 就是我紧张 然后看着他们求婚成功 我就觉得很开心很开心 嗯 是第一次见到这个 我第一次见人家求婚 我在现实生活基本上连 真实的kiss都没有见过 对 所以在这样这种情况 还是会觉得很开心 就很由衷的替他们觉得开心 我说六十公里很近 对 其实很近 这也做了嘛 嗯 怎么样 你的好朋友 要结婚了 真的在生活里面 听到你见到过啊 这种场景吗 嗯 真的没有 电视剧 电视剧有 真实生活没有 第一次看到别人的kiss 为什么 嗯 第一次电视上见过很多 但是在生活中很少很少 非常很少 真的 for real 真的 你信吗 他那么小啊 我信 20岁 我觉得很正常 是谁给你带的 自己带的 是这么带吗 也可以这么带 都可以 它是杠博手 因为 再带 哦 小三角 什么 就这样 很像防风 对 嗯 挺好看的 挺好 特别像哈利波特学院 对对对 我和你一把 好重 嗯 跳吧 跳住 扫把 扫把 哎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旁边这位朋友 他是我们今天男主 斯德布的发小 他最厉害是啥呢 他那个时候也是在城市工作 对吧 想创业 想创业 结果呢 没成功 那然后呢 然后回草地 看这个放牧 牧羊人 对 牧名 牧名 羊牛都牧 羊牛嘛 对不对 他第一次放牧 就在野外待了多长时间 四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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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知道那是没有讯号的 有电吗 没有电 还有电 没有人 他有太阳能 对对 就有太阳能照明用的 嗯 嗯 你那四个月没有害怕过吗 没有啊 第一次去 四个月就没有害怕过 对啊 就是组织都走过的路 所以 没有 还是你是觉得现在我们在直播 因为你要做一个汉子 所以不说你自己害怕 真不害怕 对 不害怕 而且他做饭做得特别好 满达做饭做得特别好吃 对 而且是西湖式炒鸡蛋 如果想要对他还有他的生活了解的话 可以看到我们的长视频播出 因为我们三个有到他的那个小小的那个 算是现代游牧民族的那种 红车 红车 对王源你对他那个棚车印象深刻的 挺深刻的 我觉得就是一个人 很理想化很自由的状态 在一个棚车里 过得两样子的 我觉得如果出来晚一个星期之内可以 但是如果长时间的话 我没有这样的毅力 对我不行 对 就我们习惯城市生活的 应该很难 应该很难 但是我特别特别想要 我前两年特别想要去过一种游牧民族的生活 所以我明年看看我能不能过一个月 好吗 好 你觉得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可以过上这样子游牧民族的生活 没有电 没有人说话 没有信号 毅力 毅力 对 很无聊 你说的好 你说很无聊 肯定无聊 你也觉得无聊的呀 有时候肯定无聊 我以为你 有时候肯定无聊 那你怎么解决无聊这件事 福沃铲 我以为你很享受的 对 有时候肯定无聊 那你怎么解决无聊这件事 福沃铲 福沃铲 深蹲 他自己还做了个深蹲亚铃 杠链 杠链 但你觉得你过上这种日子 因为你等于是有城市的生活 然后后来回归了这种自然 你的心境上有什么改变吗 就是比起来 你看那个城市的喧哗 比较安静 自由 自由 我觉得肯定 特别自由 你想干嘛干嘛呀 对 对 没人管 没人管 对啊 那你在城市谁管着你 对啊 上学时候老师吧 上班时候领导吧 老豆东西 对啊 对 对对 那现在杨管住你 可以是 杨管住我 对啊 不过必须放嘛 那是我的那个指令 对啊 那不就是杨管人家 还是你管着杨 这互管呗 可以这么说 互管 我不放他们 我就那啥 杨瘦了就 对啊 经济来源就少了 对啊 所以我必须过去放 对啊 所以你还是会付出你的这种行动跟努力 去维持 对对对 必须 这个放牙手 必须很努力的放 要不然 杨标瘦了 就是 杨就变迁了 就变得少了 嗯 然后自由的时候 就很努力的享受自由 对 这就是 你讲了 这吃草的时候 他都没事了 放牙手不能拖廊 不能拖廊 必须早期 我的意思 你羊去吃草的时候 你都没事了吗 到那时候就是无聊了 对啊 哈哈哈哈 幻想 什么幻想 实在无聊 做服务者 做累了 再修一修再做 你什么时候能看完 我给你送的那边 沃尔登湖 什么湖 沃尔登湖 你没送啊 我给你送了 你都扔了 不知道 我有一次去 我后来去的时候 他已经是旧旧的了 他现在都忘了 我几年前送的 送给他一本书 是不是 对 沃尔登湖 他说他翻了两页 嗯 我打断一下 请问这个面包是自己做的吗 对啊 对啊 这个面包太好吃了 送你几个 嗯 他路上吃 哈哈 要干凉 我不吃面包的人 嗯 是吗 我不爱吃面包 这个特别好吃 这个特别好吃 怎么做的你要教我一下 特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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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不会说 不是 不是 但为什么那么谈 那么谈 这个让满达说吧 满达毕竟是开过饭店的 哦 对对对对 专业人士 就麻烦他差不多一个道路 对 哈哈 结果你都闻了 发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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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发酵了以后就能喷起来嘛 然后揉一揉 揉揉完了 放到那个 手揉成功 烤箱里面 一堂 你有微信吗 有 加密的 是枫叶 王云你再二次演吗 我来听你们讲 对 所以来到大草原是不是给了你一些放空的时间 对我觉得我很多时间都在放空 而且这个节目又很轻松 我已经很多次在放空 我觉得很舒服 基本 基本 哈哈哈 基本都在放空 对 这么大的操练都开始喝点了 对 就很舒服 很舒服 放空对你来说是一种奢侈吗 不知道 反正就是放空挺舒服的 你放空的时间多不多吗 这个意思就是 呃 不行 我不能说太多 太多是我不敬意 没有就是反正你们讲话有时候我插不上话的时候我就在放空 然后一个人坐着我也在放空 嗯 就是赵琪今天说的什么 嗯 就走什么了 就走什么了 那个词叫什么来着 我也不忘了 我也忘了 我也忘了 对 说北京 北京 忘了忘了 我们说明老师是北京人不是说北京也有这种说法 意什么 就是放空的意思吗 就是就是会就是说就比如说大家都在聊天 他那个自己突然就出神了 这个上课就做什么 就走神了 对对对 上课的时候 一看就没好上去 哈哈哈哈 娜娜 嗯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我发现我一直就这样做什么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不是想着没下去 喜欢那个戒指吗 喜欢 真的真的很好看 很漂亮 你拿衣的 啊 拿衣的 你冷不冷 不冷 因为刚才 一直狂奔然后来了以后又是激动一场又开始跳啊蹦啊 衣什么 发意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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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坐着吃吗 当然啊 这个超可乐的 哎呀 我饿了 可乐不乐的 诶诶 赵琪这个面包这个很好吃 好啊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那个直播的总导演 赵小琪 我妈肯定会说为什么没有擦手 哈哈哈 哎你不是你发点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他们鲜奶油超好吃 这个很好吃 我来的目的是什么 嗯 大家想看到你 但是发现你很安静 他在发呆 是挺安静的呀 对啊 大家希望我能有过肩的这个镜头能看到你 现在挺枯燥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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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但是其实 没有枯燥吗 其实这次发现他其实是一个挺内向的 是内秀 小朋友 是吧 真的是 但是刚才那一出 他真的演的挺好的 真的 真的我没有信了 我就狂奔在那 真的 真的 因为他在路上 演的怎么样 他在进门之前 嗯 是吧 还在笑那种憋 没有 他没有笑 他在进门之前调整了一下呼吸 哦 使自己变得更加的仓促 而且在这个具体的这个行动上呢 他的确靠跑得更快 使得这种喘息声 变得更加的自然 那他是跑过去吗 他是跑进去的 对 辛苦了 真的 也幸运了 那老师在听到我讲了过程之后 越跑越快 越跑越快 对 你帮助这个斯特布和娜娜做的这样一个事 你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吧 没有 怎么可能有这种情况 那你的心情是什么样子呢 我激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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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了 开心 是很开心 你会有一个 就当然现在还早啊 但你会有一个自己的想象 如果你求婚 或你的婚礼是怎么样呢 哇 因为真的是有点远 但是 要不然就是 亂想 对 要不然就是很盛大了 要不然就是很private 就是很私人的那种 嗯 盛大的话 你怎么盛大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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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跟所有 知道我的人 就是 官宣来 就是 就是 我是两个理念 就是我 但是就是想太早了 就是我觉得 就是一个 如果说以后要有自己的家庭 或者结婚求婚什么 要不然就是两个人敲敲的 你就结掉了 因为就是一个属于两个人的事情 嗯 就两个人 你不需要在意别人怎么看 好的 要不然就是说 你如果爱一个人 你就要把这个世界上的好的都给他 所以你要让全世界知道你爱他 所以就是两个挺极端的概念 要不就让全世界知道 要不就只有两个人知道 所以就是当时 就是要看当时你的那个对方是希望全世界都知道还是很私人的还是要看那个呢 不知道 反正我的想法就是这两个吧 就是 但是 太太太早了 还太早了 对 但他会走到比较 边边上 就要不是这边 要不是这边 要不是这边 要不是红外 要不是紫外 就是他把这个边界 我觉得也是 就是这就有他的特点 他不想在中间搞得好像瘟瘟瘟瘟的 说明你其实内心是一个很激烈的人 我不知道 来个X光 照一下 可是二十岁 就是二十岁 你的同学应该就是 多多少少会有那种纯纯的恋爱的经验 会有 同学会有 内心狂热是不是 对 对 哎 你们同学有结婚的吗 我同学才二十岁 啊我 我就有同学毕业就这么了 不能吧 太早了吧 有吗 有真的有了 那我没有遇到 哎那你们同 你们同班同学有没有那种 从初中初一在一块一直到现在在一块 反正我知道应该是有高中在一起 初中在一起高中在一起大学应该也在一起的 对 对 这还是很难的 我的同学啊 我的同学就有一对 从 我们是 我有点记不清楚了 是幼儿园还是小学 但是在一块 不是说在一块好了 是初中好了 一直到现在 那是娃娃亲吗 不是娃娃亲 就是一个班 自由恋 我去游学的时候 我有一个德国的同学 她的爸妈从16岁在一块 然后初恋到现在 我那个同学都已经二十出头了 是啊 我那个同学也是 初恋到现在 你们相信能这么长时间吗 就是我们看见就是 因为存在肯定是 但是后面你们觉得是惯性呢 还是依然 那就不得而知了 嗯 没经历 我觉得都有吧 我觉得都有吧 我觉得 就是说如果两个人 真不能在一块的 还是真不能在一块 对吧 但凡能有一点希望在一块的 那不就是 可以在一块吗 哇 什么话题都挡不住 美食的诱惑 是不是 哇 王源爱吃的串 王源爱吃的包子 我明天还有火锅呢 你放东西放东西 你放东西放东西 太好了 能不能有点什么 喝的 能不能 新郎 麻烦你的新郎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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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刚才做的吧 这是刚才做的吗 我刚才做的 小薰 这是你跟那娜娜一起做的吗 不是 这是吗 就是看一下这个品相 我觉得好像不是 不是 这太好看了 不是我俩做的 我觉得这个做的有点 特别的 特别的 规范 规范 像我俩那个 没法看 我和她做的 大小不一那种 但我觉得 为什么包子一定是圆的 它不能是方的 怎么包方的 就随便捏 它只要不散 对 你们在里面包具体的那个 你知道我有多 多那个吗 因为我真的是第一次 我自己一个人 但是迅姐是知道这个事 真是不行的 我当然知道 她知道这个事 她想着半天 用什么样的办法呢 绕过 你先意识到 可乐 刚加入我们直播的包包 今天我们在一个庆典上 我们要恭喜我们的准新娘娜娜 然后呢还有她的准新郎 我应该这个 四个布 对 刚才我们的 这个这个这个 刚才呢 我 我还没带 透过 我跟小薰 跟王源 还有我们团队 跟他们两个的 所有的好朋友们的 协助之下 完成了一场非常浪漫的求婚 你在对谁说 跟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 对对对 如果你没看到的话 可以看回放 还是非常 非常动人 对对 го 这个很高兴认识你 Aven ups 这位陌生人 是我们直播的总导演肖琪 只是如果你没有 刚加入 不晓得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其实本来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地方 但是他儿了 由此可见我们是一个非常自由 和一个很即时的一种 对对对对 希望能带给一个很自由的美好的时光给大家 对然后我们刚刚在讲说初恋 哇谁在烤啊 在讲初恋 初恋 初恋总是最难忘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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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姐太辛苦了 赵大 你们为了我的这个求婚一致 我们是送相复 我都不知道说秘密 说秘密 就不是让人看见 杀雨了什么外面 外面下雨了 秘密 那是周公子的撒娇吗 秘密 对 对 那大家能带来好多的点赞 你接着杀吧 有吗 接着杀吧 我是一个不会撒娇的人 会 会 会 为什么会吃扇子 会吃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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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 哇 我特别喜欢吃这个 我那个吃完就走了 你别走了 我在这儿会冲淡这个 这个浓度 你就觉得你自己很无趣吧 对 我很无趣 不会了 大家首先想看着 我太无趣了 而且我说话很正经 对吧 我说话很正经 所以说 没有人会愿意看我这样的 对对对 我们还没有跟朋友们聊天呢 我们 诶 赵琪 今天你要跟朋友们聊个天 对 对 哈啰 没有人会对我感兴趣 好的 但如果有一天感兴趣的 我就会说 我第一次出道是在我46岁 做直播的那一次 对 快点吧 我们现在实时在线有8万的朋友 哈啰直播经的朋友们 大家好 跟大家打个招呼 哈啰 我们现在在内蒙古 非常美丽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刚完成了一场求婚 准新娘在这儿 娜娜 对 然后王源在这儿 别误会 别误会 你可以当花童吗 伴郎 伴郎 他们接得很快 对对对 然后 还没想到他们接到 对对对 然后小熊在这儿 然后阿雅在这儿 这位呢 是我们的直播的总导演 赵琪 赵导在这儿 没有字幕 不是 封嘴 我觉得大家可以跟我们聊聊天啊 就是看看 为什么不吃 我吃了是爱情 谈谈爱情 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爱情 关于爱情 有什么想要问我 是一顿不会胖的 请问 来交给你了 我再帮你看看 二十岁 我不太想胖 什么 什么 没事我以为她怕胖 怎么怕胖 她吃不胖 很好笑 还喜欢我 真的啊 我二十岁的时候我也不胖 好好吃哦 这烤串简直了 看起来虽然没有人点我的名字 但起码也没有人讨厌我 他到现在还没有 没有跟网友在聊天 你还在看 我在这儿我就能感觉到 就是不说话的状态是什么样子 嗯 就是终归就是很不一样的一种感觉 跟你在直播间看很不一样 对不对 就是说明我的确不适合搞定的事 我还是适合在机器后面 以后我在体育员生里面 也尽量不到机器前面 很多人叫王妍要多吃点 嗯 嗯 但是再吃点 朋友们关注一个吃一串 对对对对 这种话说不行 关注的太多了 那种话说不了 那你今天可能会吃到上万串啊 那不是 那不行 那他会撑爆呢不行 我在吃个包子我就退席 但是刚才的确那个 大家好多人都那个 很想问一些 就是我们在后面 很想问一些关于你们相关的一些问题 你问吗 你问谁啊 大家要一起讨论呢 诶 问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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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 我有一个同学 其实我 我有两 两对同学 都是从初一 一直到大四 然后后来结婚了 诶 我现在不好Q他们的名字 他们肯定 你是别Q了 就是 你谁要Q名字啊 但是我觉得他们 会给他们带来麻烦呢 我觉得他们还是很幸福的 嗯 所以我倒是觉得 应该可能还是 有这样的 肯定是有这样的爱情 就是你要恰好碰到才行 谢谢你 有元气满满 问王源对爱情有什么见解 哇 见解 那这相当于 问我的赚钱 就是相当于 问我赚一百个亿 你有赚一百个亿 有什么见解 好难 就是 他的比喻是 因为他没有经历 没有经历 反正我觉得吧 爱情就是一个让人开心的事情 嗯 因为我们看了好多的 有爱情电影啊 爱情片啊 就是包括今天我们看这个现场 嗯 就是 在爱中的两个人会开心 他身边的人也会开心 嗯 我们觉得爱情是一个开心的事情 就是这样 嗯 可是 爱情是一个只有开心的事吗 准轻量 当然不是啊 哈哈 也有很多的 脱轴插曲 这才是生活 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太多了 哈哈 就是肯定会有一些矛盾了 两个人生活在一起来面 嗯 那要有矛盾怎么办呢 解决矛盾 就是我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 就是比如说 现在不是好多人会 break up 就是会分开吗 但是我觉得 就是两个人出现了问题 你应该去解决问题 而不是 逃避问题 嗯 就不应该去分开 而是应该解决变得更好 那如果解决完了也不行呢 那就拜拜就拜拜 下一个 哈哈哈 更乖 真看得开呢 那你会坚持吗 或者有人说 他爱情需要坚持 但我不知道 就是我听也很多人说就是 比如说我的标准是这样 但是当我遇见一个人之后 标准完全会改变 这个完全我不知道 就是对 那我的意思是 比如说解决完了 比如说这两个人根本 我不能一句废话 我这个 没有我也不知道 什么你想要问的就是 因为解决完了发现 这两个人根本不可能在一块 对 那不就分开了 对 但这是一种经历 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 会不会有 其实你们不合适 所以说生活里有很多问题 但是你们很爱 不是应酬 其实从情感上很爱 但是只是从生活的层面 它不合适 但我觉得生活层面很没有问题 因为你们可以各自维持 各自的生活的模式 对 对 我觉得这样是最 我国有一个朋友是什么 我觉得他们特别妙 他们 我觉得 哎呀 真是鼓掌 让来 就是他们是一到这个 他们就住对面 一人一间 阳台是通的 对 然后各自晚上回去 就是 你去看他们那个房间 完全是一回事 两回事 各自是各自的 各自是各自的 但他们住在对面 然后你一进去 哇 这个男生是这样的 这个女孩是这样子的 他们阳台是通的 也可以关门 我还有朋友 这不是普遍的状态 我还有朋友 我还有朋友 一个是早睡早起的 另外一个是晚睡晚起的 然后他们就有一段时间 会交错在一块 对 处在一块 对 然后其他就各自去各自 他们的相见就是早饭 和那个 他的晚餐 对 对 他们到现在也快二十年了 对吧 可是我觉得 是不是没有 没有孩子就会容易一点 谈恋爱可能会一点 如果是要走到结婚的话 可能又会是另外一种 需要磨合的一种 她她她她她 好 你相信真爱吗 当然 不然相信 我为什么不相信 水 谢谢 首先要问啥是真爱 那你觉得啥是真爱 我还没掺透 我还是比较有私心的 我相信 我相信 但是我相信 你相信的真爱 是什么样的真爱 不知道 反正我就觉得 肯定会有真爱 但是 谁知道呢 就是我是很相信这东西的 但虽然我还没有遇到 我记得我一个朋友跟我说 你跟一个人在一起一年 相爱一年不难 你跟他在一起相爱十年是难的 这是什么呀 就是时间 时间是 蛋黄那个感情 时间又是天使又是魔鬼 对 就是如果你跟一个人在一起十年 我觉得你跟一个人在一起十年 你还喜欢那个时间 你可能 你是可能 可能 你跟一个人在一起 十年 还是觉得有相爱的感觉 那应该就是 你未必不过 一个人心中 只有一个宝贝 他问王源喜欢什么样的女孩 这个你可以回答吗 我可以回答 我就觉得 我的回答是不知道 遇到了就知道了 就是我是相信真爱的 而且我是觉得爱情真心 应该去勇敢 所以说当我遇到的时候 我觉得会 就会知道了 就会见春小 但是 太难了 你并没有一个既定的一种样子 我完全没有 我完全没有 没有 就有可能是相处十年 突然发现你要跟他在一起 或者说来街上遇到一个 就是一见钟情 我是相信日久生情 也相信一见钟情 相信真爱 也相信世界没有真爱的人 就是 我对所有的观点都是 开放 都是 因为我没有经历 所以说我就只能 只能是 都是相信他 我感觉他的性格 就是很 两端 你看他又相信一见钟情 却又相信十年以后 突然发生的 我觉得他很开放 谢谢 但是这种人我觉得还是比较少的 不是说谢谢你 谢谢 谢谢 不是说谢谢 谢谢 谢谢 我觉得他很开放 他的思想很开放 但是他的行为他现在是 就是他受不 那怎么办 对我觉得 就是我的观点就是 我觉得 就是因为现在我不是很多的 就是偶像就是我都会 必会谈爱情这个话题 就是我觉得这个话题没有什么好避讳的 因为我觉得爱情是人 就是 爱恨嘛 然后就是这些酸甜苦辣这些感情 我觉得爱情是 纯粹的 他没有对错 当然 我 我知道爱情有开心 有难过 有痛苦 什么这些感情砸了在一起 但爱情这个感情 他本身没有错误 所以说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去 避讳谈他 然后也不能够去避讳他的渴望和憧憬 但是我需要知道的是我现在我是谁 我在做什么工作 我需要为我喜欢我的人传递什么 我需要控制自己什么 就是所以我是觉得这样的就是 爱情我憧憬我觉得OK 什么可以谈论 但是因为我是我 所以说在有一些不对的时间点 你不可以去触及你还是不可以 你需要控制自己什么 就是还是会尽量避免不要去陷入爱情 对对 因为我们就是会这样 对 你是因为觉得好像突然进入了这个深途访谈 对啊 就是这样 对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这个就是比如说你是王源 所以你等于就是说你要给喜欢你的朋友们一个 所以你会去控制你的爱情吗 对 还是 对我这么觉得吧 就是我这么说可能浅显一点 就是说我会对爱情更加慎重 谨慎 谨慎 对 就是我如果喜欢上一个人 我会考虑到比别人更多 嗯 就是会这样 因为好好考虑 对 会更加更加谨慎 就是说你不会为了你的影迷 你要是爱一个人你也不去爱吧 就是这个就是我需要去权衡的事情了 就是看我有多爱 对 就是对 就是反正 那你希望你的影迷朋友们能够理解你吗 我希望但我不 不奢求是吗 不奢求 对 朋友们理解他了 对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只是在这里谈话 这是姐姐说啊 这是姐姐说不是王源说 就是我只是讲一点就是 就是我的观点 就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好逼合 对这是姐姐说不是你说 嗯 好 那小峻 你已过来人 我不是过来人 我还在路上 那不 我的意思是说你 你就是 年纪很小就出道 而且你出道之后就一下子蹦你 就非常非常火 那那时候你有因为你的工作 而像他一样变得非常谨慎你的爱情 但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的环境不大一样 那个真不太一样 因为那个时候的那个传播没有那么快 也没有那么广 嗯 对 就是 这个我也不是能够说得很清楚的一件事啊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有一个很模糊的界限 对于工作和我自己的生活 就是说我没有那么的就是那么清晰 就是说我不是一个特别清晰的人 这个是什么 你明白我意思吗 你是跟着你的心的感觉在走的 不是 那个界限 不是 而且就是说 我那个时候我很小的时候 我就觉得就是 我要坦诚 就是说其实我没有那种就是 比如说有很多 比如说那个时候 他们跟我说你要就是说你的名字叫玉女 我说你们不要给我玉女这两个字 我说我最多装三天 哈哈哈哈 对 然后我也就那个 就是说可能我从小我很知道就是 就是说不是说很知道 就是就是这个感觉就是说 我得说 说完之后你们可能就 不会 不会 就是 就是 你 我就是说我明明白白给你看 那你还要看什么呢 嗯 嗯 你你明白我意思吧 嗯 但是这个环境已经不太一样了 对 就是就是我的成长环境和他的成长环境 是非常不一样的 嗯 嗯 所以其实我对他们的这种行为 其实我不是很能理解 就是说就是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啊 什么行为 就是说很很很很很保护啊 谨慎啊就是那种 就是说因为他们经历过的东西 跟我经历过的东西 对 是非常不一样的 嗯 嗯 但是我们同样经历过出门流汗 呃 就流汗这件事 对 对 我反正我觉得今天就是在这儿聊聊 畅想一下真的遇到的时候 啥情况谁说不准 就再说吧 再说 对吧啊走一步看一步 对吧 对吧 对 还是包容和开放的心态 去迎接崭新的明天 嗯 很好 真是想因为我 我们那时候真的没有那种什么记者追着啊 或者盈迷啊什么那种没有 你想我 我给你插多少岁 二十七七一年 我两千年 两千年是插多少岁 哎 十四的 honored 那插多少岁 二十六岁 对 我给你插 你想二十六岁 那是一个就是整个一个完全变了 那不一样 所以就是说我的小时候 我没办法跟他分享 就我们只能互相了解 对 互相了 这可能也取决于是否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 比如说不管是什么样的环境 就比如说你拥有那么大的 那个叫什么 影响力 就是要干什么这件事应该是一样的 是吧 什么意思要干什么 就是你要传达的是什么 就是一样的吧 就是要有一个公众人物的责任感 责任心嘛 你怎么跟你的里面歌迷相处啊 比如说导演你拍什么样的东西 很高兴认识你是个什么样的主题 对不对吧 赵琪导演拍纪录片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 不管是什么样的时代 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王源你对你的粉丝们 其实是非常非常负责的 所以我相信你的粉丝们 也会说很幸福的 对 我觉得就是 这就不局限于爱情了 就是我作为我做的每一件事情 我得对自己负责 对粉丝负责 对所有知道我的人负责 但是最重要的是让自己开心 就是说因为你开心了 你才能传递这个东西嘛 对不对 反正就是 现在做每一件事情 都是得给所有人负责吧 从心 对 什么来着 从心发现什么 重新发现什么 重新发现什么 没考到了 没考到了 他一定考试 重新的 什么 我发现大家对恋爱这个话题 还是有很多就是共鸣的 有思思说想要知道 最舒心的恋爱状态 刚才还有一位朋友 他跟他的恋人 也是从初中 一到现在十一年的时间 然后呢就是七最舒心的 你这文化人都不认得 这个七这位朋友说 对大家说说爱与被爱的见解 然后秃头也要继续刻 说大家觉得最舒心的恋爱状态 是什么样 你问问他俩 对 他俩最舒心的是什么 今天刚刚 因为我们现在直播间 有很多的朋友 要跟大家说一下 今天很高兴认识你呢 我跟小薰还有王渊 我们完成了一件非常动人的事 就是把这对家人 求婚成功了 求婚成功的 你们没看到错过 是还在可惜了 可以看重过 看回放 一定要看回放 那个这呢 对 然后呢 所以现在你要不要坐过去 跟你的准心 没关系 我们就这样互相看着他 对 看着 最舒心的状态 就最自在的自在 我觉得最舒心的状态 我觉得最舒心的状态 就是我觉得 就是我们开开民宿 然后就是开民宿 我们也没有说把他 停 我说的是你们俩 不是你俩 我说我俩的 恋爱 恋爱 就是这意思 我别误会 不是你没明白 就是说你们俩最舒心的 恋爱状态 就是那也一定会是因为让你想要跟他求婚的原因吧 你们可以彼此说一说 我们俩最舒心的状态 我跟他最舒心的状态 我跟他最舒心的状态 就是实际上就是 这个我有可能点不到 就是很好 我俩实际上就是一无所有 就是不怕什么 然后我就觉得 对 就我俩在一起最舒心的状态 我俩觉得好像什么都能做到 然后我俩很 就是一切都很舒服 一切都很 就我俩想把什么事要做 或者说我他就是想做 就是 就觉得 这个是我真的是认为最 对 这是认为最舒心的状态 就是这种感觉给的是很舒服 我可以这样说吗 就是说你们的爱 让你们互相去激励去进步 我觉得是这样的 互相激励互相进步 对 我觉得一段美好的爱情 就是会让人进和 真的 我觉得就是 你刚才说的那个话 突然让我想到表演的状态 就是说两个人表演 不是对立 是互相给予 是吧 是 就是不是互相迁就 或者是表演 这个太准确 不是 我觉得是需要迁就的 但是那个迁就 是不是真的改变你的 比如说 他应该是有个底线的 就是说 比如说表演的状态是 我说一个东西 你怎么烦 哦 好好 什么事 怎么办 然后那个 秘密 秘密 对 秘密 又是惊喜 然后那个 就是我觉得两个人的相处 就我们那天听的那个书 就是 对立 是会让事情更糟吗 当然 对吧 就是说如果两个人对立的 你不管是 就是男女朋友 或者夫妻 或者是朋友 或者是表演 或者是什么 就那个对立 就那个对立 是让事情会更 就是说如果说 你说一个东西 我思考 然后我回过去 就是那种 比较开放的一个态度 对 其实就是比如说 在情感里面 形容为包容 是吧 对 还有聆听 我觉得也很重要 对很聆听也很重要 对 不然就会变成一个说另外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永远不改 对 然后就会变成 这个语言就完全对不上 对 有时候这个东西就是 就需要点时间 就是过程当中会发现这种感觉 就刚刚说的 就是慢慢的磨合 对 就是一开始 不是说所有人就会 就是一开始就知道 就喜欢她开始到 哎 很美丽 或者是喜欢她是吧 在一起之后 就是不是的 我觉得是 就还是有一个过程 过程之后 就是雅姐刚才说的这个聆听 是吧 这也是一种方式行事 然后再是 什么呀 吵 吵的当中总结 是吧 其实吵架是一种沟通 对 对 但是吵架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你的说话 不能恶毒 因为你知道 我以前有个朋友讲一句话 我觉得特别有道理 他说女人只要管好自己的嘴 就可以拥有幸福 当然男人也一样 不过因为女人比较敏感 对 所以女人有的时候可以说到 那个点是真的会让你 对 男人也会好吗 也对啦 所以我们都管好自己的嘴 不管男人或女人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 你吵架的时候不要说难听话 但 好 如果真的做不到 说难听的话 就互相要先说好 当我说难听话的时候 你不要往心里去 可能很难吧 我觉得比如说 太难了啦 不是 不是 这要求太高 不是 我的意思 我觉得打断一下 这我觉得分人和人的性格 是不是 是 是 像感觉我或者是牙齿 不是 我的意思比如说 就是说两个人 你听不了是吧 好的时候 就是比如说 就两个人很好的时候 说如果我们下次吵架 如果我说话说得很难听 因为这个就是 我可能有些时候 真的会说话说得很难听 那你能不能不要 对 要包容 那么往心里去 对 要包容 我觉得可能就是 就是 这种状态要有的 先说 嗯 就是有时候 就是这样 就是你要理解他 他可能就是气化 就是在一气之下 就想 就想 发泄一下 就是发泄的一种 是吧 可以理解 但是就是说 凡事都有一个平衡 也不要吵太多 就偶尔吵一下这种沟通 但是吵 多吵也会 也会伤到 对 那你觉得最舒心的爱情是怎么样 我刚刚听他的感觉就是说 你们两个在一起 就变得很有勇气 对 然后可以虽然一无所有 但是可以做很多事情 都勇往直前 对 我们可以从头去做任何事情 嗯 我觉得我的那个观点跟他一样 就是两个人 首先是三观要合 但是三观要不合的话 就是其实没法去磨合 对 然后呢就是相互去激励 相互去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大的目标 去奋斗 然后也就是迁就啊包容啊 这些都得有 嗯 其实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 对 但也是一个很简单的关系 我认为 怎么样的简单 我们就不要把它复杂化嘛 就是不要想太多 比如说你举个例子吧 就比如说啊 就比如说他对我说的什么不好听的话 嗯 那我就别往心里去不就行了吗 嗯 这跟心里是方式一样 互相包容 包容 对 其实知道对方说的那个不是 对 就是气候 他的动机不是恶意 对 对 有人要听一下你们这一对新人的故事 怎么认识的 怎么认识的 我们俩就是在朋友聚会上 831我怀念的 就是我们就是在朋友聚会上认识的 然后呢 后来就是 就是在拍戏的时候 就是他来 对对对 希望是炒鸡蛋说一下 对对对 来说一下 他们两个都是学跟表演有关的 没有我不是表演的 他是 他想 他想成为演 对想 他特别爱表演 他特别从小特别喜欢 然后从小自己在学校里演小品 自己排自己编自己演 对然后把同学都弄哭了 对 然后他特别无情 他说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哭是吧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你们怎么认识 我们就在剧组 我就觉得他特别好 而且我俩又是都是狐狼带 你怎么觉得他特别好呢 我好追 哈哈哈哈 对你从哪几个细节 但这个是 其实这个好追或者是这个我觉得不重要 不是 我的意思是你 你说你觉得他特别好 对对对 你从哪些细节觉得 哇我想追这个姑娘 就是首先他肯定非常美丽 嗯 看对眼了 对 然后善良 然后我们因为之前在聚会上认识的嘛 然后就会觉得跟他交流说什么话 就是各个感觉就非常 通 对通 舒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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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踏实的感觉 对就很踏实 就觉得很舒服 然后就是没有说自己歪歪的就很多就复杂的东西 就是说他刚才我特别能理解他的那个东西 就是我俩的那个气场和那个感觉是不会把东西就特别复杂 对 就也不会把太多的东西就 就是就往心里去 这个是很重要 就有真的是有我感觉到有这种性格和这个感觉 然后我就会就是我说到我在这个昨天前上内容上说提到过 就是给他在现场的时候给他就是不让他吃盒饭 就是我专门给他点点饭 就比如说西红柿炒鸡蛋 你希望他吃的好 然后点了个西红柿炒鸡蛋干饭 对干饭 当然在那个那么远的现场对他带着过去那很不错 也不是很不错 对让我感动的是我们这两天聊天 然后呢我就问娜娜是说你觉得她对你做过最浪漫的事 就是或者是最近一次浪漫的事是什么时候 她说今天早上啊 对啊今天早上啊 就她就自己干活然后让我休息啊什么的 就是我觉得那个浪漫的东西不是说一天两天 好吧今天早上 每一天 算你狠 你都可以看到对方的好 要去发现美丽要去发现浪漫的世界 对 对 王源呢很多人在问她 她去那个就有什么 有秘密 好好好 又有秘密啊 就是我刚才在说嘛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 就是你不是说一时就是为了那个什么 而就是做就做只做几次怎么样 而是你就是我刚才为什么 这求婚的时候我一直在说就是三年当中 然后我依然就是我的燃烧 三年很短啊 我觉得我觉得我十年了 你们不是交往了五年吗还是多少 没有认识五年 三四年 对交往了三年多了快四年了 但是就是说我俩就是我对她的这种热情照顾 就是对精益我觉得我不会变 就是因为我在前面就拍戏嘛 就是我拍戏的时候 但一辈子这么长 我会的 三年都这么快就过去了 对 对 你拍戏的时候 拍戏的时候我是这样的 就是我虽然拍着而且很忙很忙 但是我会对她那个就是打电话发微信 对对对 她说当晚你忙呢 对 反而我是在忙 然后我说你不要发 好好好 然后不打 然后但是我当时就是她这种状态之后 我就觉得她好辛苦 我拍完我拍戏结束之后 我说一定要回去说我要干我要让她休息 我要承担这所有的货问 然后我也跟她经常说没事没事 你等我回去我几号几号 大概几号 今天通告是怎么样 我拍完最重要的什么什么场合 我就会就是跟她说的非常详细 就是说通告里头的哪一那场戏 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 然后怎么样 安心安心 安心太重要了 对 然后我说我回去之后几号应该差不多了 我说我虽然我控制不了那个就是我们拍戏 大家都知道就是拍戏拍电影拍戏 这个变化很多 王昱来了 我外面生了点火 不然我们到外面去吧 哇 你去生火了 刚才那个朋友们就是要问你去哪里 我说完 然后最后我 哦 说完说完 我最后我才就是跟她说 就是我一直说我要回来照顾你 然后她才可能说惊喜 这也是一种惊喜或者是幸福 可是风大 你去外头吧 好 有毯子呀 啊 有毯子呀 啊 今天那月亮长毛了 你看 那你今天没有行动 哎呦你小心点 没事没事 哎呦你别走那边别走那边 啊你看 我还是 戴了帽子了 所以我很累的 对 因为吹风我头疼 他都打不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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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了 戴了 我任何人 我问你 你看得到那个月朦朦吗 对 有毛的月亮 对啊 冷吗 不冷 有火不冷 我抽完再出去 我好想抽个月 感觉好温暖 那这都是你们布置的吗 对 是啊 刚才来的时候没看到吗 我看到了 但是我就是当时特别着急 然后就顾不上那么多了 你在看我这个吗 对 这个好像是一个特别的木头 木头是吗 中间是一个特别的木头 叫什么星木 紫星木还是啥的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 很有心 问说你最喜欢的爱情电影是什么 迅儿在问 我吗 我喜欢通然心动 哦 通然心动 就很纯纯 对 很好看 哇 这边感觉脸会烧熟 会烤熟 我们把椅子往后拉一点 好 脸真的会很烫 一二三 可以了吧 哎 哎 没心结了 这是你第一次这样子这么深入的体会草原生活吗 对啊 我第一次来草原 这次 真的吗 哇 你这么多的这个工作的经验 但是第一次来草原 第一次来草原 嗯 喜欢吗 喜欢 遼阔 广梦 舒服 适合放空 对啊 他那天骑马也骑很久 骑了一个小时 对啊 第一天骑了第二天我就不想骑马 哎这个我带不了 屁股疼 哇 这个我没缺号了 可以你想坐哪儿坐哪儿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 在那儿的是海木 他是这个码头型的这个很棒的一位艺术家 那这两位呢 在你身边呢 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两位是我的就是好哥哥又是好朋友 而且我们就时常会聊这个影视各方面的工作 拍纪录片也会聊到非常好的关系的两位哥哥 嗯 那要给我们带来什么 带来 带来什么歌曲 呃 呃 呃 歌曲是这样的 娜娜 知道 对 她一直在练 就那首歌吧 也不是一直练 就是 你一直哼哼吗 对 哼哼 我想 就是 我们也就是准备了一个spress 那个惊喜这个 这个求婚是吧 那我肯定结束之后我要唱歌啊 所以我 我当时我就跟她说 我要当时我会对你唱歌 我就说 我大概意思就是说这个歌名就叫有你在 就是对你的新娘唱歌 对 对 所以我专门 呃 呃 去练 去准备了 我们要见证浪漫了 对 然后 我想 唱完 光源你也可以给我们唱 好好好 真的吗 有很多朋友在问 想要听你唱歌 好没问题 酷 好 然后 那个 这个大概意思就是蒙宇哥就是留你在 就是我很幸福 看我多幸福 送给你的啦 可以了 我都不在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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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在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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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富样 也不在乎 他购了 我都不在乎了 我都不在乎了 你一直走 戍逝 你 就是 我真的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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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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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